來這裡呢來看一下這個21題他給了台灣的剖面圖 然後這個剖面圖的話呢有假地點 喔不這在地表以下假的板塊給你的板塊 那如果你看個正仔細點這裡的話這條線應該可以感受到 他應該在表示海平面吧 我再把它給放大一點好了 把它放大我們再看一個更仔細一下 這樣子比較清楚 所以呢等於呢台灣的山 然後呢 意思這一段到這一段是陸地 我們台灣的山呢由西半邊的平原區 中央山脈化動縱骨就是碰撞的交界處 所以呢通常會說兩個 歐亞板塊跟 這個菲律賓海板塊互相碰撞 碰撞的交界處通常講這個化動縱骨 該位置囉 之後呢 我們的海岸山脈 所以剛剛講的假是誰呢 假呢這一塊板塊應該是屬於歐亞板塊 所以呢這裡如果真的要標方向這裡應該標位色西邊囉 然後這裡呢我應該就是標東邊了 那假是歐亞 阿以勒 菲律賓海板塊 可以接受吧 來接下來呢叫做這裡最主要看一件事情 他題目有講地形 這裡你有沒有發現台灣海峽呢 頂多到這裡有很深嗎 沒有 台灣海峽呢基本上呢我們把它叫做大陸棚的地形 台灣海峽大陸棚的地形呢現在呢我們呢 量測出來的結果 100米以內所以沒有很深 可是呢這裡的東部呢 這裡的深度有沒有感覺就到這個點 之後呢很快就又很深 意思我們呢東部我們通常說的不是這一種 平緩的 而是直接很陡的 這直接很陡的地形呢我們通常講的叫做大陸 寫錯字 來基本上呢我們呢講的叫做呢 很陡峭的 大陸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呢我們當時用的那個Google Earth的部分 然後呢那個東邊跟西邊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海底地形的變化所以我把我這一個電腦的Google Earth打開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附近 你看一下右下角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多深的公尺的部分 所以我把滑鼠呢移動到台灣海峽你看一下囉 有感覺吧負四十九 負六十二 負十八 負十八 所以台灣海峽呢我剛剛講100米以內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再看東部囉東部呢這個一點點負十可是這裡呢就叫做 南亞平原的外海可是呢我再繼續往宜蘭的 下面花蓮一直移動有沒有看到負七十 負一百七十七 負一百多可是我現在都沿著海岸邊在動喔 如果我沿著海的方向動呢馬上就變了來譬如說我在這裡 負一零九 負二九零 負八百多 負一千一 負一千九 有感覺我們東半部呢出去沒有多久就很大的 劇烈的地形的變化了吧 好所以呢我再告訴你的一件事情叫做 東部是比較的我們通常講大陸波然後旁邊呢更厲害的更深的就有海溝 就有深海的小的海盆了 來不管怎麼樣我們回頭看題目吧 來回頭看題目的話呢這裡的選項 來第一個 他問你何者錯誤喔所以你不要看錯了來第一個1 台東的 縱骨就是在講花東縱骨就是兩個的交界那假就是歐亞嘛 也就是菲律賓海板塊所以這個羅馬數字1可以接受吧 來再來農馬數字的2 亂講囉因為他這裡說交界出他怎麼可以說台灣海峽剛剛就講花東縱骨了 那這裡台灣海峽這裡有做助記 就是剛剛講的他應該屬於大陸坑的 地形那大陸坑這件事情呢通常會講的是呢波度是平緩的200米以內 我們的台灣海峽不只是200米以內而且更 我們剛剛講到的或者用Google Earth看到是都負100100米以內吧 所以更一定是屬於大陸坑的地形 來再來呢這羅馬數字的 3 儀的上方儀在哪裡呢看清楚 儀是這裡 喔菲律賓海板塊所以上面是大陸坑嗎沒有 剛剛看到了花東外還是陡峭的 甚至旁邊可能還有海溝 還有海溝就是琉球海溝然後 來再來呢羅馬數字的這個 是儀至今還在推有啊現在我們板塊運動還在推 所以我們地震停了嗎 一直持續在發生 OK 所以呢這裡等於在告訴我們的叫做呢我們的答案 2跟3是錯的可以接受吧我要暫停囉 1 2 2 6 6 7